大家好,这棵蝴蝶兰长了一个高芽 这个高芽已经长了好几个月了 看它的根,非常的漂亮 长出三条长长的根了 但是叶子还是很小,大概一两厘米大 原来想着等叶子长大一点就给它剪下来了 但看来它长得实在是太慢 所以今天我想想个办法让它加速生长 用母猪带着高芽长,高芽会长得稍微快一点 所以我就不打算把高芽剪下来了 还是让它待在花茎上 我要做的就是把这几条根给它种起来 把这几条根塞到一个小盆里 用它自己的根吸收肥料 同时还让母猪给它提供营养 这样我希望它能长得更快一些 现在呢,我就把这个根给它种一下 这根系有点太长了 所以呢,我会先把根喷喷水 根喷水以后呢,就容易弯折了 给它弯到这个小盆里 然后呢,再用水苔给它种起来 先用水给它喷湿 大家平常种蝴蝶兰的时候呢 也是如果根系长到盆外面了 根系太长的话 也可以先把它喷湿 这样呢,根系更容易弯 等到这个根系变得翠绿色了 说明它已经吸收一点水分了 这时候呢,弯起来就会稍微容易一点 好,现在根呢,已经变翠绿色了 这样弯起来,那会容易多了 很容易就圈起来了 这样呢,就把这个根系给它盘到小盆里了 根系一点都没有被折断 非常容易就塞进去了 那根系放到小盆里,塞上水苔 这样更容易让它吸收水分 根系有更多的水分 能吸收更多的营养 同时呢,我也可以往这个小盆里 浇肥料水了 好,把潮湿的水苔塞到小盆里呢 同时呢,我用这个小夹子给它加一下 这样呢,不会让这个小盆太沉 否则容易把这个花茎给折断 给它做一下支撑 这样就非常完美了 好,今天就简单分享一下这个小方法 谢谢大家收看,再见